吳宗憲請問一下 你有什麼才藝啊 你的才藝除了嘴秋以外 你還有什麼才藝 那我的嘴就是比你更秋咯 所以我覺得吳宗憲應該是怕了我 他覺得我嘴比他更秋 不敢讓我上他節目 要不要趕正面對決 我真的非常的想像你子 吳宗憲說有些藝人發兩千塊都嫌多 沒有什麼才藝 他特別指明說像是香蕉或是大根 我覺得香蕉跟大根真的很可憐 他們跟在吳宗憲身邊 不是因為有才藝 是因為便宜 然後吳宗憲一直講說 陳怡有什麼才藝 他上我的節目也只能夠噴 是這樣子嗎 吳宗憲請問一下你有什麼才藝啊 你的才藝除了嘴秋以外 你還有什麼才藝 那我的嘴就是比你更秋咯 所以我覺得吳宗憲應該是怕了我 他覺得我嘴比他更秋不來 讓我上他的節目 我覺得憲哥要勇敢一點啦 要不要趕正面對決 我真的非常的想像你的節目 如果吳宗憲邀請我 我求之不得啊 而且吳宗憲講說 他從來沒有封殺過任何人對不對 他之前有說要聯合整個演藝圈封殺陳怡 然後也說要聯合整個演藝圈封殺黃安 你們記得為什麼嗎 是因為黃安曾經在節目上 公開吳宗憲有老婆 也有四個小孩的事實 所以當時吳宗憲是假單身 然後在節目上 公然跟其他女年輕搞外遇 他才放話說要封殺黃安的 至於吳宗憲要封殺我 不就是因為我也是直接講說 吳宗憲上節目遲到不對搞 所以吳宗憲沒有辦法縱容別人 陳述他所犯過的錯 在這邊也要提醒一下 說到嘴丘被打吳宗憲他也是前輩 因為之前他也是去吃涼麵 然後就跟大水仙可能因為嘴丘互毆 頭上還瘋了九針 所以我想說身為嘴丘的前輩 吳宗憲不找我上節目誰要找我去啊